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八豆 八豆这个药呢,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八豆曾经作为临床上 就是剧烈的一个蟹药来使用 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八豆 大极客植物,八豆的成熟果实 它是果实类的中药 主药分布于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一般在秋天,果实成熟是采摘 堆枝两三天以后,摊开晒干即可用 八豆的形状是暖圆形的,比较好辨认 一般具有三冷,直径大约1.4到2厘米 长1.8到2.2厘米 大概就跟我们吃完馅以后有那个杏核 跟那个大小差不多 八豆,它杏味、心热,它有大毒 硅、胃、大肠经 从它的硅经呢,大概可以判断 它主要作用于胃肠道 它的功效是可以外用 室床 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于一些 就是有一些床用种毒的时候 可以用八豆来进行外服 八豆内服的话,可以用于浚下煮水药 它这个线下的力量很强大 内服的时候一般用的是八豆霜 用量也非常的小 只有0.1到0.3克 而且是入完散计 外用的时候可以沿没 沿没以后取上少量 服务到这个窗用种毒的一些晃处 或者是戒响、恶窗、优质等这些部位 它都有大毒 使用的时候有一些禁忌 一定要注意 它用于一些航食机制 那如果是没有航食机制的这种情况 以及体质虚弱的 还有孕妇要禁用 八豆不能与千牛子同用 好,最后我们汇总一下 八豆它来源于大极客株 八豆的成熟果实 是因为心热有大毒 功能可以破极煮水 涌土躺盐 外用可以视窗 可用于航肌便秘 腹水肿胀 航鞋即使引起来的 胸腹胀脏脑疾痛 大便不通 蟹蟹立脊 躺引窗蟒 风猴壁 用具恶窗戒想 临床用八豆霜比较多 那八豆为什么要治霜呢 是因为它的毒性主要是在油脂里边 治霜以后呢 它把油脂去掉了 所以毒性会大大减小 所以我临床要用八豆霜比较多 好,八豆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觉得好的话 就在评论群留意 为了大家又想要 中央这样子的视频 也可以在评论群留言 需要 会给大家一一发送 好,下期我们再会 拜拜